在占地多達134公頃的校園內 很多學生會利用電動自行車代步 在這樣的環境下道路安全顯得尤為重要 但是在校園內的道路真的夠安全嗎? 我覺得有的地方可以裝鏡 就是那種會照到後面的鏡子 因為我覺得學校的路大部分是直的 車子這樣行進過去的話 就是有時候還要特別轉頭看 會有點... 其實自行車或電動車沒有後照電話會比較危險一點 根據國立中正大學108年度校園空間安全調查統計分析 108年中正大學學生發生交通事故比例達9.6% 不少學生在事故當中受傷 因此防衛性駕駛觀念相當重要 學生們在校內騎乘電動車時 更因銘記在心 宿舍區往下走 然後停車場會有個轉彎 然後那個彎路 因為有時候晚上會比較... 就是大家會覺得人比較少 所以大家車都會變快 然後有一次 我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騎 然後那時候是下坡 通常會看到沒人的時候 自行車就會比較是騎在路中間 不會靠旁邊 然後就是有... 跟一台車有點陰面 可是是沒有撞到 就是有擊殺這樣子 對... 防衛性的安全駕駛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的 那帶來有什麼影響呢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可以造成雙方彼此不會有衝突 或者是安全上的問題 再來的話 就是可以在... 呃... 道路上面當中 可以找到自己的權益 然後去使用 由於校內禁止騎乘機車 學生以電動自行車 作為待步的工具 不僅省力又省時 雖然校內對於電動自行車 有相關規範 例如車輛性能最高時速 不得超過25公里 但缺乏後續的車輛檢驗 因此如果將電動自行車 重度改裝也無法客管 成為被低估的安全疑慮 我們目前都以... 公讀生 還有我們本身車管的能力 還有諸位隊員 去做處理 以... 自行車的原則 在開發這樣子 業者指出 透過加裝禮電池 以及更改電腦設定 最高可使電動車 達到130公里的速度 這樣的高速產生不少安全疑慮 例如懸吊搖避 自身性不足 煞車性能不足 假使發生車禍 後果將非常嚴重 政府目前也並無相關檢驗機制 電動車的法規也不夠完善 因此業者呼籲民眾 盡量不要隨意改裝電動車 以免發生危險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69條 自行車被歸類為慢車的一種 自行車又分為腳踏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後兩者雖傳動方式不同 但法規都將起限速在每小時25公里以下 針對電動自行車發生的交通問題 政府以明文規定禁止擅自修改速限 並需佩戴安全帽 另外電動自行車皆屬於法條慢車中的自行車 依規定不可雙載 關於電動自行車酒駕的法則 雖然法條有規定會予以開罰 但卻沒有明確的開罰標準 目前仍有待改善 根據法規 在台灣合格的電動輔助自行車 出廠時會貼上黃色的閃電標帳 合格的電動自行車則為紅色的閃電標帳 所以依合格的標帳也可分辨出 是電動自行車還是電動輔助自行車 但出廠後缺乏後續定期檢驗 因此使違法改裝的電動自行車層出不窮 問題無法獲得改善 在校園內時常見到許多的交通違規行為 對於學生的安全保障有很大的威脅 雖然校內對於停車違規有設定所謂的法則 但是對於法則執行能力卻有待上去 在校園內也常常看到違規停車的車輛 另外像是沒有離浪行人或是超速 更是沒有相關處理辦法 學生的道路安全沒有相對應的保障 以交通法規來講的話 都是有按照規範在執行 可是在實際面 操作面可能有很多的困難點 以學校方面都是以教育 沒有規範 可是後來是經過行政會同意過 然後定下來我們做執行面而已 在校園中電動自行車都有相關的規範 但是由於校園內主要還是以勸導為優先 弱勢輕易的開法可能會造成 校方和違規者有所爭議 呼籲所有電動自行車駕駛行車安全要注意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